存取啦 我是建议 到底要学哪些 其实坊间的书籍 一大堆 而且很厚一本 但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你即便全部看完 你还是不会做 因为你都尽量还是掌握最重要的 工作里面最需要就是 反正我这至少 怎么样去建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特别说栏位怎么建 然后怎么样把资料丢进去 可以丢进去成功了 再来的话就考虑到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怎么 假设我今天要不断的输入资料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把它改写一下 因为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这边执行一下 其实概念差不多了 输入成功这一笔就进来 你可以再把它随意输入一笔 两笔三笔 那执行的话 它会不断的帮你把资料 把它新增进去 那你可以透过 SQLite Browser 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解压说 打开来 开启 就是你的Workspace 我刚刚讲过 那个里面要把这个 建的这个档开起来 那里面就会出现 Cursor01 那里面刷球它会告诉你 你的哪一个栏位 然后里面放什么资料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是希望 如果说我把它改一下 改什么地方呢 如果我今天 这样输入每次都要改成是麻烦 那我希望把它改写 所以我把原来的这个程式复制 再贴上之后改成也许insert2好了 那这个名称自己再去把它改一下 就是这个第一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 那第二个版本我demo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刚刚有demo试过OK 就是有个这个 那如果把它删掉的话 我这边有个叫delete table 可以把这个table删掉 它不能要删这个吗 把它delete好了 yes 里面是空的 我run一下 各位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再把它执行 那我是在同一个资料库 里面产生另外一个table 要table2好了 table02好了 然后insert2的话 也是table02 那我稍微改一下里面的东西 要到改哪些 我等一下再讲一下 请输入电话号码就好了 他可以怎么样 编号不用输入 编号如果自己输入很麻烦 123 有时候输到哪里都忘记了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希望 干脆 那个编号那个栏位 你干脆自己帮我 自己自动增加算了 自己帮我1号就加1 2号就自己再加 有点像自己去增加那个栏位 那我只需要输入电话号码就好了 OK那比如说呢 我今天输入一个电话号码 而且这个输入电话号码的需求 我还希望说呢 他可以只输入个5次吧 0 1 输入6次 反正这次数你可以自己再去改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呢 因为我这边陈上记得我是写 写6次吧 所以我这边大概就是把它填个6次 他就会自己跳出回圈 好这样 Enter 输入成功了 OK 啊怎么样可以限制输入次数 我前面好像有讲过吧 如果你要不断输入就是快回圈 如果你要固定的范围 那就是for回圈 所以这里我是写一个for回圈 对不对 就是之前好像玩过游戏吧 还有影响吧 如果你前面这个熟悉的话 应该很快可以把它加上去 那我大概提示一下 最后的话输入成功了吗 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一个 我刚刚新增进去的那个 Table的一个有了 OK 然后呢 里面到底有没有加我刚刚的资料 也填进去了 OK 那我大概程式改哪些地方 其实一我是直接拿什么 拿刚刚的程式 直接怎么复制贴上 OK 所以把这边复制贴过来 所以你至少第一关要过 就是第一步你要OK了 那第二步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想想看 那我大概重点提示一下 这边因为我为了要让那个编号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栏位有没有 要自己去改1号2号3号4号 可是有时候改到哪里不知道 所以呢 我要让它可以自动真号的话 那我必须在这个栏位 动一点手脚 所以第一个特别注意 我如果用文字的话 那文字 它基本上你要加1是不可以的 除非你要转型 也就是说呢 第一个 你这个栏位名字不能用文字 文字不能加1 你就会怎么办呢 你必须把这个栏位改成叫integer ok 一定要是integer 数字啊 数字可以加1嘛 文字加1 它变1加1的话 它变11了啦 有没有 1加1喔 它不会变成2喔 1加1如果是文字的话 它是串接 它变成1串1 就变11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需要第一个 把它的什么呢 这一个地方改integer 那如果说你要增加 增号 自动增号的话 它有一个固定的语法 叫做AutoIncrement ok AutoIncrement 就是自动增号 意思就是有点像 我不知道你们有用过 那个SS资料股 里面有一个类似的功能 就是这个栏位 如果它要是自动编号的话 那就会再加一个AutoIncrement 但是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要AutoIncrement的话 一定要是组件 就是那个栏位一定要是key 才会可以自动增号 所以变成如果说 你今天要达到自动增号的目的的话 不要麻烦 必须要改三个地方 第一个你可能要栏位的形态 一定要是integer 我刚刚讲整数 整数就integer 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要是primary key 主key ok 第三个的话呢 后面再加一个AutoIncrement 就ok了 字不要拼错啦 AutoIncrement 自动增号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这个栏位名声不改 那因为呢 我为了要区别跟前一个资料表 不一样 所以我这边把Table01改Table02好了 那这个02这个名称的话 稍微不要放一起啦 不然的话两边会冲突 ok 然后他这个时候呢 就会帮我直接执行了 执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做什么呢 跑一个回圈 那原来我们程式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原来的程式 是 那就拿这个来改 原来是这样 新增一笔这边 那如果你要怎样 把它改成回圈的话 只能够新增 呃 刚刚是六笔 不过我建议不要太多 好像打太久 打三笔就好 意思一下啊 如果你要只要三笔的话呢 就是这样 For回圈嘛 For I In Range 那就是我要跑的范围 Range ok 那Range的话从零开始嘛 到点后面就是忠实词的后面那一个 所以我要012 诶 输入3 ok 然后加一个范围 这样ok了 然后呢 后面这边commit 跟close 最后一次就好了 就是意思说 这边按一个tab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insert into excue insert into excue 最后再一次commit 最后再close 你不能说一边commit close close close就完蛋了 如果你执行close 那连线就断掉了 所以记得你这个 这个count close 你不能放在回圈里面 如果放里面的话 跑到close 只能新增第一笔 后一笔就不行了 很抱歉 ok 这第一个 应该这个有概念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必须让他怎么样 新增 所以这边有多一个x 请输入电话号码 其实就是什么 加一个input 然后小瓜糊 然后双引号 里面的话呢 请输入电话号码 有没有 把这个怎么样 放在这个里面 那他就跳出 请输入电话号码 那我就开始输入了 输入完之后呢 那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这边呢 这个是auto equipment 所以这个不用新增 他会自动编号 所以请你把 这个栏位的资产拿掉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它改成x嘛 所以x的话串接 我就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加加移到中间 加一个x就可以了 那这意思就是说 我把x当成一个变数 串在中间 你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好看不懂 我每次讲到这里 其实不管vba或者是 那个python 好像同学都比较容易转不过来 其实vba差别是 加号变end 那end前后要空白 那python不用空白 把end改成加号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要把这个x它是一个变数 那这个后面是一个完整的自串 我要把变数放在自串里面 你不能直接把x放进去 它会变成是自串 所以你要怎么样 把它串在中间 串在中间 OK 那怎么串在中间呢 第一个 你要串在哪里到它 串在这个 所以你把这个 这个悬起来 然后呢先把两个自串 把一个自串变两个自串 所以双引号双引号 那它就变成两个 这个是前面的自串 这个是后面的自串 有没有 你要加就是串串 有没有 把x放在中间就好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产生输入一个资料 它才有办法把这个变数 串在自串中间 OK 这要很熟 如果你是不熟 我跟各位讲 以后你要光要去处理资料库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OK 以前VBA大概也差不多了 反正不管你写什么程式 其实概念都一样 通的话呢什么都通了 不通的话 你哪个程式都一样 这个其实 对 因为这个以前VBA同学也问很多 Python好像同学也是 我觉得 这东西真的就要常练了 你常做其实就熟了 OK 你不常做 怎么样你即便知道 但是你就不会用 不会应用 因为你离熟练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有什么专业跟技能 其实什么 就是我做了一千次 你做得到吗 我闭着眼睛都会 但你可能 顶多只做一次两次而已 你这怎么还不到那个火猴 所以其实就是要练习 所以回去的话 当然 就像这个课程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专精 很简单 就是我练 你就练得比我 练得不一定跟我一样熟 练得至少我跟你讲什么 因为我看得出来大家好像 前面东西好像真的不太熟 因为没有点头 都好像认住一下 那如果就知道回去 可能大家好像还还在摸索当中 所以这边的话回去就是一样 还是要把这个稍微熟悉一下 那就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另外特别注意 因为本来是输入两个栏位 你就可以在value前面 不需要告诉他哪个栏位 可是目前只有一个栏位 如果我只有输入一个栏位的话 那你就必须多做一件事 就是说在value的前面 跟他讲说你要放的是哪一个栏位 如果你没有加哪一个栏位的话 他会找不到 不然的话他这边有两个栏位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是放两个栏位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两个坑刚好放两个 可是问题你现在只有放一个 可是我不确定你到底是放前面 还是放后面 所以你告诉他说 你就帮我放在电话的那个栏位里面 就放这个东西 那至于呢 这个number呢 因为他auto increment 所以你不要管他 意思是这样 我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然后呢我们就execute 然后最后的话 输入012 嘿跳离回圈了 所以输入三笔 OK 那我们测试一下好了 那特别注意 因为我刚刚已经在那个 sqlite browser里面 已经好像已经输入过一次table02了 所以要不就是把它删掉 要不就是改个table名称 那我就把它怎么样 这个table02把它用删除table 然后告诉他说我要删掉的是table02 把它帮我删掉我要重新建 那我是建议 sqlite browser尽量还是不要一直hold 不要一直连线 因为可能会造成说将来它锁住了 那你那个python程式要执行的时候 它主控权已经被这个sqlite browser给控制住了 就会有好像什么 会有错误去影像什么database lock 就是被已经被这个其他程式给锁住了 OK 所以理论上最好是做完就把它关掉 那问题要不要 OK yes 好那我们试一下 执行 OK 输入电话碼0 随便输入一个 然后第二个号碼 还好只有三个而已 就比较快一点点 Enter 输入成功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再到那个里面看一下 这个sqlite browser里面 开启这个database 有了 看一下table02 有没有三笔呢 打开 没有 那就是失败了 为什么输入成功呢 我看一下 程式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是它也没有错误讯息 02 所以 常常会漏掉这个地方 因为习惯上复制贴嘛 贴了都忘了改 对不对 所以抓到问题了 难怪那个table01资料变多 table02里面是空的 因为你放错地方了嘛 OK 应该知道 为什么啦 所以基本上我刚的这个 改了哪些地方 特别注意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因为我怕同学一下记太多 所以我发现 真的写程式的人 这个记忆力要非常好 不然的话 这么多东西 谁记得起来 所以我发现 我有个优点 就是我的记忆力 好像还不错 真的 蛮好的 又可以记蛮多东西 没有说一幕十行 但是基本上看程式就是 好像有点像照相功能一样 看过的程式 所以有时候我去那个书店看书 后来都不买书了 因为我看完的程式我就会了 所以我们把它买回来 好像没什么意义 然后有浪费钱 所以我就大概就把它 回去就马上 有个印象马上回去 就把它写下来了 所以很快 那本书就可以 大概知道重点 所以第一个 我有改哪些地方 我把那个table01 改table02 然后把这边 Lumber 尤其是Lumber 改成Integer Primary Key 主Key AutoIncrement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写错 然后 再来就是 跑一个回圈 一个回圈 里面有Input OK 输入电话 然后可能最难的地方就是 输入完的东西 要放到这里面来 并且增加一个 这个电话 OK 然后底下的话应该都一样 记得就是缩排的位置 记得这两个不能够缩排 一缩排就挂了 因为它 关闭连线 很抱歉 只有第一笔进去了 后面的就没办法 就跟亚都错了 OK 好 那试试看 应该云端上也有这个画面 只是说 相似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会有 还是需要变革 我看自动增好 对这边也有 试一下 那我这边是 只能输入五次 不过你可以改一下 你如果觉得五次太多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改成别的版本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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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